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进入位于乌蒙山与脉的五定县 徒步穿越几衣大猎谷 体验人马异道的魅力 猎谷之上探访近在悬崖边的文棱等村 79岁高龄的老人 交出了400多位农民画学生 就希望把一批能够画画的 把苗家的梦想画出来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第24集 初识乌蒙山正在播出 离开鲁峰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的是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的五定县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当地的狮子山 顺着我手看过去 山脚下呢就是五定县城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的地形 你看这个五定县城四周呢 是连绵的群山 山市呢也比较险峻 给人一种一富当关万富莫开的感觉 来到五定 我们第一站要赶往距离县城一百二十多公里 身处乌蒙山中的几一大裂谷 向导复国市说 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一处被称为 滇安中第一大裂谷的地质奇观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基本上都是高原排山路 山路弯多路斗 我们的车绕过一个个山头 一路上遇到很多个 接近三百六十度的大弯 行驶了八十多公里 奔腾不息的金沙江 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 看到的地方呢就是金沙江 就是那条吗 那条就是金沙江了 金沙江呢它属于 这段它属于上河 金沙江流经五定的是五个乡 34公里 这个属于下段 然后那个地方 所在的地方叫新明 它的海拔是我们五定县最低海拔 只有862米 咱们所在的地方呢 它是两省三地的交界 跨过金沙江 咱们看到的就是那个 四川省的惠里县 就是左边是吗 对对对对 然后咱们看这边 这一面它就是 属于河平路市路选县 然后我们这边 又属于楚城州五定县吉祥 乌蒙山是云贵高原的 主要山脉之一 全长250公里 平均海拔2080米 从高处看 乌蒙山在群峰之中 夹住了自青藏高原 一路南下的金沙江 我们眼前的景色 好似一幅水墨画 寻奇险峻 粗广苍凉 在山路上 我们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抵达了几一乡 我们来的时候 正好碰上乡里的赶集日 听乡导说 别看这只是个乡镇集市 但对于生活在大猎谷里的人来说 这个集市是他们最重要的物资交易会 你今天是牵着螺子 这驮的什么呀 没感激 豆子 您今天主要就是卖这个豆子是吧 是 有多少 有50公斤 50公斤 那也不少了 哎呦 甩了我一下 那像你们是不是离得远的 离得远的都是牵螺子 省得自己驮嘛 今天准备这个卖多少钱 卖300多块钱 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 附近的村民卖掉自家产的农产品 然后换回一些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这里的服装 食品 生产工具等近百种商品 可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哎 谢谢 哦 你看 这边有一个几小学送水站 这也是免费的吗 是 谁组织你们过来的呀 老师 老师 那你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吗 是的 哦 轮着是吗 是 12岁的小姑娘张建美收 她和同学都是几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每年三月 学校会组织学生到这里 为感激的人们免费送水 这个季节 白天的几一箱 气温差不多有30摄氏度 顶着头上的大太阳 孩子们要在一天之内送出50湖水 哎呀 我觉得这茶喝都填到心里面去了 谢谢你们 谢谢啊 谢谢啊 在宋学站 我们还见到了朱镇方老师 30岁的他 在几一小学教书已经11年了 带上这个传统已经坚持多少年了 大概十多年了吗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所有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高年级的 这年级的 他这个其实开始越来越危险 虽说这只是一次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 但对于感激的人来说 渴了泪了 喝完学生送来的水 就能减轻疲劳 从孩子们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山里人的热心肠 告别这些可爱的小学生 我们继续赶往大猎谷 向导特意为我们找到 家住大猎谷上的村民 张申亮 这一站我们就要徒步穿越大猎谷 去张申亮家里看看 住在悬崖上的人们 过着怎样的生活 那您家离这远不远 要多长时间能到 三个小时 那您每星期还要来赶集 来赶集来一趟 每个星期就赶集的时候来一趟 来继续生活来一趟 来送他来一趟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 来大猎谷旅游 不过对于张申亮和村里人来说 大猎谷一直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们继续往前走 路上的风景也在变化 接近大猎谷 空气似乎变得更加清新 也更加凉爽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当我们眼前出现铁丝围城的护来时 这里已经是大猎谷的地界 目前大猎谷对游客免费开放 这里就是大猎谷了是吗 对对对 看到的是大猎谷的扇端 能看到一部分 现在我们这样看过去的话 这个大猎谷就是垂直的这种扇端 对您看它是笔直的下去 就像那个人工用刀销腐皮那样 进入大猎谷 一条在石壁中开走的战道 格外显严 向导说 从大猎谷通往我们要去的 本冷等村 地势陡峭 山路崎岖 过去每年都有两三个人 在这里失足掉下悬崖 为了保证村民安全 2011年相关部门重修了这条 长约两公里的战道 在战道的尽头 就是海拔两千多米 建于悬崖之上的本冷等村 本冷等这个村呢 它是一个遗语 女人走这儿 腿在发抖 然后裙子会抖动 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地方特别惊喜 大哥 现在能看到您家了吗 看到了 五家鸡在那里 在哪 那一边是吗 那里 这样看好近了 到头就是五家了 裂骨是一种在造山运动中 地层崩裂的地质机关 从全球来看 裂骨地貌 以东非大裂骨最为出名 而我们所处的几一大裂骨 颇有点养在深归人味式的味道 在2011年以前 这里只是一条村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后来旅行者发现了这里 几一大裂骨才逐渐成为 许多探险爱好者所向往的地方 所以叫裂骨不是那种霞 对对对 我们感觉就像 什么一个那个天神的神力 把它撕裂了一样一座山 那应该说就现在我们 我们眼前的这些 是一座同一座山 对 我们特意向云南大学的地质专家 咨询几一大裂骨的成因 专家表示 不同于由水流冲刷形成的峡谷 裂骨一般是在地桥运动 地层断裂后出现 几一大裂骨近些年才受人关注 所以他们也暂时无法准确说清 这个裂骨是在哪次地质运动中出现的 对于这个裂骨 人们现在只掌握了它的基本数据 几一大裂骨长12公里 最宽处有200多米 最窄处不到7米 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大裂骨的骨底了 是吧 那这整个这个落差有多大 我们现在就在这中间 走到上端的话 应该是200多米高 那它整个落差还有150米左右 那是有400米左右的落差 向导说 别看裂骨两侧是空荡荡的沙岩 到了雨季 葱绿的松树就会将这片大山染绿 而且在大裂骨的底部 还有一条大梁河 人们只听得到水流声 却看不到河水 因为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旅行者成功走通几一大裂骨 在我们看来 大裂骨是一个旅游探险的圣地 但对于生活在裂骨附近的村民来说 这里却是他们走出乌蒙山的一条重要通道 那那个时候要怎么过这个地方 这都是老人被我们过来的 那那个时候有螺子吗 迁螺子吗 有螺子还没得了 有小毛利 在世界范围内 大多数裂骨都与火山河流半生 人烟西手 但眼前的几一大裂骨却很热闹 走上天生桥的平台 我们看到许多村民正在休息 大裂骨上有云上村和本朗等村两个村子 生活在那里的一千多村民 每周都会穿过大裂骨去乡里赶集 人们走累了都会在这个平台歇脚 谁买的 这些牛可以买卖 这些牛买的 这是人小牛的 现在卖完了小牛 新牛买的 卖了几头牛 一头 一头小牛 卖了多少钱啊 这些牛卖了多少钱啊 除了大裂骨的这条异道 从吉义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本朗等村 还有一条长约12公里的黄土路 不过如果村民走那条路去乡里 要花四五个小时 所以人们还是喜欢走大裂骨里的这条路 我看你这边还买了好多青菜是不是 买的青菜买的这个黄土种 哦 这是莴笋 回家吃的 这里面是什么 哦 玉米种子 这回家种的是吗 穿过天生桥 我们即将走上整条异道最险峻的一段 沿着山壁走开的路往前走 行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往里靠拢 因为不到一米宽的路旁 就是身不见地的大裂骨 走了十多分钟 我们碰见了感激时采访过的纳维大哥 这卖豆子挣了多少钱啊 那这次啊 那买这些东西又花了多少钱 两百多块钱 那行今天也转了哈 您现在回家还要走多远啊 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啊 还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 还要走这么远啊 那现在再走到家就天黑了 不可 没事啊 刚才从那边下来进入大裂骨是下坡 现在是要再上坡你看 就是在这个陡峭的这个山壁上就走的路 就要往上走更不好走了 那行那抓紧时间回家吧 好好好谢谢了 再见啊 再见啊 路上注意安全 再见 再见 通往本朗等村的路 在大裂骨中画出了一道枝子性的曲线 而且非常陡 最显的地方坡度有六七十度 往前走体力消耗浑荡 我们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山里人走起来却非常轻松 甚至有人骑着骡子往上走 大哥 你这不害怕啊 就骑着这个骡子 不跑 叫什么 叫什么 特别好玩 又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达了大裂骨的顶端 我们花了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应该快到了那个本朗等村子了 我们已经走出大裂骨了 已经走出大裂骨了 你看 从现在这个视线看过去的话 我们已经快到山顶了 裂骨之上 探访近在悬崖边的本朗等村 悬崖村里 山里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二十四季 初十乌蒙山正在播出 我们走进这个悬崖上的村子 一眼看起来这里并不特别 小村不大 零星散落着几伙人家 张神亮热情地带我们到他家里看看 只见倾斜的坡地上 有一栋两层小楼 张神亮一家七口人就生活在这里 是用土还是用砖 大哥我看那边那个房间是干嘛的呀 那个是个卧室 卧室在那个楼上呢 你看外面还晾了好多玉米 是的 您这是带我去哪里 带你去这个是客厅 这边还有客厅啊 到客厅还要爬个坡 这里还开了一个小卖部 那这边是 大姐你好 今天您在家开店 大哥去上货去了 你看里面卖了本地产的酒 还有醋啊 一些就是日常的用品 我们走进张神亮家的客厅 屋子不大 却有电视和宾柜 张神亮告诉我们 这些电器都是他用骡子托回来的 2012年 他把四十头猪从大猎谷外带回来 用车拉的 拉到那个乡针腰过来的 你还得再拖一拖 就拉到集结 然后让猪 赶着猪自己走来 赶着猪走山路回来的 2012年 在昆明一家养殖厂打工六年的张神亮 回到家乡本郎等村 凭着在外练就的商业头脑 张神亮看准了养猪致富 刚开始养猪那会儿 村里人都觉得他是异想天开 不过一年后 张神亮赚了12万元 村里人看到养猪经济效益后 就纷纷养起了猪 现在 本郎等村有30多位村民 以养猪为生 这里的村民除了养猪 还耕种为数不多的田地 我们很好奇 人们是如何在悬崖上开肯耕种的 张神亮答应带我们到他家的地里去看看 每户的那个地都不是太大是吧 不是太大 全从我们这边 就是在悬崖上边 就是那么样的带 这是有坡度太低了 不太大 总是鸡饼小块 我看这个村子的住的人还不少吧 那边到那边 本郎等村一共有120多户 600多人足足备备就生活在这片悬崖上 像你们在这儿住了几代人了 知道吗 我们在这儿住了三四代人了 在这儿生活觉得怎么样 住得很好 习惯了 这是空气比较好 你眼望的街那么宽 张神亮带我们来到他家的田边 弯曲的梯田里空荡荡的 张神亮说 立下以后 他就会在这里种玉米 下面是石头 是石头 要整成田子 把这个石头拿来 去起来 去起来 这样比较稳固一些 是吗 然后这个土 你们再把它盖到这个上面 种粮食 人们在悬崖上有限的土地里 种了玉米 蚕豆 麦子等农作物 张神亮说 这里的收成还不错 他家种的十几亩地 每年能收四千公斤的粮食 往外走 张神亮提醒我们 小心脚下 因为离我们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就是离地两千多米的悬崖 你看这边一层一层 下去的是梯田 我们现在看到最远的 那个有水的那个地方 就是应该是最边上了 是吧 对 那个就是在列谷的那个 山顶 那个顶上 对 在悬崖上的本朗等村 地处杰沙江 乌蒙山腹地 使得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 张大哥说 一年四季 他只需穿一件薄薄的外衣 舒适的气候让他很喜欢这里的生活 有没有想过说 我再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把家都搬出去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这些都 这些都是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 都是基本上在家里 你都是很熟 不打算搬出去了 在我们看来 人们在悬崖上生活 物资 交通 都有些不方便 但生活在乌蒙山这片悬崖上的人 他们就把家安在了这里 大山足隔 他们就靠双脚去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穿越大列谷 那是一条他们回家的路 参加一家聚会 大道酒鸽让人不能不喝 一族喝酒又有何特别的风俗 远方的家摆旗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百山百川行 第二十四季 初十乌蒙山 正在播出 离开吉大列谷 百山百川行事这组 继续行走乌蒙山 在这座位于横断山脉东侧的大山中 流传着一首著名的酒歌 歌里唱到 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喝 如此霸道的歌词 让我们很想去了解一下 遗族的酒歌 远方的家 百山百川行事这组 这一站来到的是 武定县白鹿乡的布谷庆村 这里的海拔是2483米 白鹿乡呢 是武定酒歌和情歌的发源地 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布谷庆村呢 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遗族村寨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到村子里去感受一下 他的魅力 我们所来到的布谷庆一寨 有三百多人 大多以农业为生 最特别的是 村中无论男女老少 都有一副好嗓子 听说村民李小燕家里正在过节 村里唱的最好的人都在他家 你们这张穿得好漂亮啦 我看你们的帽子好特别呀 黑衣服 你们是黑衣服 你们这个帽子叫什么 这个叫大头帽 大头帽 就是那个公鸡帽 就像机关一样 是的 你们是一家人吗 是的 一家人啊 你们都是姐妹吗 都是姐妹 她姐妹啊那姐 李小燕说 一年当中 除了过传统的火把节 每年布谷庆村还会举办四五次聚会 家家户户轮流坐东 就像过节一样 慢慢的 这也成了布谷庆村的一种习俗 我们来的时候 正好轮到李小燕家庆客 所以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做客 帽子是谁给你做的 奶奶 奶奶做的 你看这个帽子很特别 这个刚才你说叫机关帽是吗 是公鸡帽 公鸡帽 你看这儿 我们看一下侧面 来 从这个位置就能看出来 就是鸡脑袋的那个形状 是的 机关帽 要先用硬部剪出机关的样子 然后再加一千多颗银泡香酒而成 一种女孩满三岁时就开始戴这种帽子 一直待到出嫁为止 李小燕说 九哥要到聚会时才开场 他先带我们在家里看看 哇 今天家里真的人不少都聚在一起了是吗 是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牙肉 哇 这么多自己家里养的羊吗 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黑沙牙 这次聚会能在自己家里吧 让李小燕一家人都很高兴 在厨房里 我们见到了他正在忙碌的家人 这个是我大哥 哦 大哥 大哥 亲大哥吗 是的 这个是我爷爷 爷爷 哦 这个 这个是我二哥 今天家里很热闹 那么多人 是啊 不是我们自己家人 我们亲自只剩一个家族 李小燕家一共有十二口人 靠种地养羊而生 为了办这次的聚会 他家特意为客人准备了两头羊 说话前 李小燕的哥哥准备烹制羊肉了 这个是姜 辣椒 花椒 就调料很简单是吗 就这三样就可以了 移族人制作羊肉 做法并不特别 先把将到锅中爆炒 然后加水 待水煮开后 再放入羊肉 还要再放水 就是把它炖出来是吗 对对对 你看 这么一大锅的羊肉啊 煮三个小时即可出锅 这种做法既能去腥 又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肉的鲜美 煮好羊肉 热闹的聚会就开始了 这个桌子上怎么 或者这个 这个是松茧吧 这个是松茧 这个是松茧 那什么样子 这个呀 械得下这 五定地处云贵高人 平均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山 有30多座 由于海拔高 生活在山区里的一家男女 都爱饮酒屈寒 这也使得他们家家都会酿酒 五定一族喜欢饮酒而歌 你看 多好爽 是用大碗来喝酒的 要有客人来的话 就说 就是那个酒歌里面 不是唱了一句吗 管你喜欢不习惯 热情的村民胡朝能 是不顾庆村出名的金嗓子 他端起了碗 先为我们唱一首酒歌 五定九歌的历史 到底有多长 现在还没有定论 不过胡大哥说 听老人一贝贝传下来 早在几百年前 每年农历岸有出帮 五定都会举办一次 酒歌对唱 赢者可以免除当年的一切租税 就这样 酒文化伴随着浓历的酒歌 在五定一族中流传了下来 二十六 吃大碗 什么意思 这个酒好烈啊 这个对我多少度啊 这个就是自己家里酿的 这个粮食酒是吗 是的 自己家里边念的 这喝下去 现在心口这儿 还有点火烂烂的 您得跟我说一说 刚才唱的是什么意思 昨日十三已经铺碗 铺碎 铺碎的酒菜已经摄好了 我们我有大盏喝一口酒 来宜家做客 讲究的是大碗喝酒 大垮吃肉 而用山羊肉来招待宾客 是五定一宿的一种风俗 味道如何 我这个肉 这边嫩 而且嫩的同时呢 还有一点点嚼劲 特好吃 在布谷庆村 几乎人人都会唱酒歌 除了在传统的聚会上唱酒歌 布谷庆村的村民 每逢新年 婚嫁等热闹的场合 也要唱酒歌 酒歌里既有人们对粮食丰收的那份快乐 也充满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阿斯利路七八头 七亿七八头 民族的一种 七八头 酒歌是不是就特别多 是的 想起来 随手就 随口就能唱 这几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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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刚才听到 五定酒歌涉及遗族历史的方方名面 曲目多达 好几百首 胡大哥告诉我们 他最多的时候 一天唱了九十首歌 如果把他会唱的歌都唱一遍 连唱三个月都唱不完 遗族酒歌曲调变化很大 既有庄重严肃的长调 也有欢快轻松的小调 多元融合的遗族音乐元素 在酒歌里彰显出来 唱酒歌也是沟通感情的好方式 到了农贤时期 遗族村民们还会自发对唱酒歌 每当有客人到来 遗族村民会唱着好听的酒歌 来给客人敬酒 胡大哥告诉我们 在布谷庆村 人们把羊脚杯看作吉祥如意的象征 所以每当有贵客来到家中 好客的村民就会拿着羊脚杯来敬酒 记者刚喝完一杯酒 胡大哥说还得罚酒一杯 因为用羊脚杯喝酒有特别的讲究 这个羊脚不对 这个羊脚已经朝外了 你还要喝一杯的 羊脚朝外 应该是这样吗 为什么不能对着外面 对着外面说明你还能喝 第一次跟他们接触 就听到他们唱酒歌 你会觉得他们就是 把你当成了最尊国的客人 就很快地融入到他们这个氛围里面去了 虽然这只是一次家庭聚会 但醇厚悠扬的遗族酒歌 还是让我们见识了这些村民的好嗓子 遗族同胞在歌声里 唱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而且他们会在大声里 把遗族酒歌一直唱下去 79岁高龄的老人 交出了400多位农民化学生 绚丽鲜亮的苗族农民化里 有着王静才怎样的情怀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春行第24集 初识乌蒙山正在播出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武林县近北的散乌山 这座山是当地苗族的主要局局 一会儿我们要去到其中的一个村 叫做马里科村 去拜访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位农民化画家 我们所要拜访的这位苗族农民画家 叫王建才 听说在撒谱山中 王老师干了一件大事 他交出了400多位学生 而且每一位学生都是农民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支持着这位苗族农民画家 我们在马里科村找到了这位老人 农民业于美术学校 这是您的学校 我的学校 谢谢看看 这院子里还种了那么多花呢 三长没开真好看 太干了 现在学校还上课吗 现在没有上课 那一般是什么时候上课呀 上课时候2月 王建才 绘画创作全靠字学 我们跟着王老师走上位于二楼的教室 刚进屋 王建才就换上了一副眼镜 他说自己视力不好 看东西不太清楚 戴眼镜没有法画 那这个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办的呀 这学校是198年 那办的时间还挺长啊 去年已经是39年了 那有多少学生啊 一共这30年了 教育的学生呢 有些多次来 大有些次多人次 今年79岁的王老师 自小生活在撒浦山中 王老师所属的是 苗族中的一个独特知悉 大花苗 主要分布在云贵川三省 他们无论男女都喜欢身披 绣有大型图案 色彩鲜艳的铁肩 因为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 1975年 他开始创作苗族农民画 随后还在山里办进了学校 教苗族农民学画画 82年的时候 办这个学校 那个时候还比较少吧 这一类型的学校 全州是总有望的 农民也有没有 学校只有我 学校 当时是怎么想着 会办这个学校的呀 我自己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是光我一个画画 就是力量太单薄了 就希望牌一批能够画画的 把苗家的梦想的画出来 然后根据我们的梦想 逐步呢 让苗家上村有个变化 在和王建才的交谈中 我们不能看出 他对家乡的那份深厚感情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没有找到 很好的方式去表达 1982年 48岁的他自愿当起了 义务教师 开始教身边的村民画画 在王老师看来 画农民画 不只是一种文化生活 更能加深 苗族农民对家乡的感情 在教室里 我们见到了 今年62岁的潘兴德 他是王老师所教的 第一批学生 你看画得多漂亮啊 有梯田 还有好多花草树木 你房子盖得多好啊 谢谢我们苗年的春天 潘兴德告诉我们 自从跟王建才学了农民画 他和同伴们的生活 开始改变 他们平时干农活 每到农闲时节 就来学画画 持续的创作 让生活变得更有滋味 让他们自己发挥 形成过性 这种生活 我们想看看 这位老人创作的 苗族农民画 王老师说 他的作品大多留在家中 我们到老人家里去看看 王老师的七个孩子 都已经成家 为了方便画画 这栋楼里只住了 王老师和他的老伴 这边 老伴 你好 这个是老伴 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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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写的一个字 是苗族的文字 对 老伴是一个苗文字 我必临地临着苗 汉语是叫做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玛丽科村共有243人 在他们之中 有一大半的村民是大花苗 苗族知系繁多 大花苗以艳丽的服装而闻名 从小看着村里 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 加上喜爱绘画 这让王老师很想 把自己民族的美丽 搬到画质上 这个画是苗山 苗山千里秀 就是苗族的服饰 国国之序的服装 这是花苗 这个也是花苗 这是在美国的苗族 王老师一共创作了 130多幅苗族农民画 有两件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用色大胆 立体生动的苗族农民画 还远销到东南亚等国家 每幅价格在1000元到3000元间 王老师说 苗族农民画受到海外人士青睐 靠的是他独创的画法 苗族的画法 而其他人不同 因为苗族的它不是像这种 一般人画不出来 没有这样细 那些小格子 您都给它一点点画出来 对对对 这是要拿钢笔画 我们很好奇 如何用钢笔创作苗族农民画 王老师答应为我们现场创作也是一番 那这个钢笔要画哪呢 钢笔主要是画裙子 还有时候用在头发上 头发就比较细的一些线条 创作苗族农民画 要先用铅笔打底稿 然后再给画涂上水粉 最后用钢笔画较细的线条 钢笔画了以后 苗家妇女看了以后 他们觉得很满意 您还拿着这个画 画好的画 让村里的这些苗族女孩 看一看 觉得效果怎么样 就是要给他们看 他们是我 我的老师 慈祥和蔼的老人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底是什么力量 支持着他教出了这么多学生 老人带我们来到撒浦山中 他说 自己的坚持来自这片大山 现在我在画呢 就是美丽苗山 美丽苗山 那些踢铁 踢铁 我就要先看看 它的状像是怎么做的 每一道山都要来看 洒浦山位于武定县北面 海拔2261米 在磅礴的乌蒙山脉中 洒浦山并不特别 但在王建才的眼中 洒浦山是最美的 老人说 山中四十景色都不相同 雨天是老人最喜爱的 因为每次下完雨 山中绿油油的 让他的家乡充满活力 通过画呢 想要启发农村的那些 辽村农民 让他们感觉 我们的家乡 要像王老师这张画那么美 王老师给自己 取了山娃作为秉民 老人说 他是大山的孩子 他希望自己 像大山一样高远 坚韧 我的愿望就是 有更多的学业来跟我学 因为所有的时间不长了 但现在很不容易达到 因为现在大家都 以经济为主 王建才说 很多村民觉得 农闲的时候外出大工 每天都有收入 留在家里学画画 不但无法立马赚钱 还有花钱买颜料 所以最后许多人 没能坚持下来 经过反复思考 王建才 想选在乌龙村教书的 儿子来接班 他说 如果我带工资回来 我天天化化 那不久 我就赶上你了 在王建才的心中 这片土地 是他离不开的家园 而老人选儿子 做苗族农民化的接班人 其实是希望 他的孩子 能更热爱这片土地 并且把这份爱 长久地留在大山里 我叫潘兴德 今年62岁了 我最大的梦想 将来我们苗山 就应该像这些 我们所画的这些画 一定要的满 我叫张国泉 希望以后自己 能找到一个 比较了解自己的女孩子 登高山 走白川 天高地光 雨水尽 不凡远 爱在心间 山一冲 水一瓦 花云流汗 红色火 鱼如蓝 好梦缠绵 天山雪恋 天山雪恋 好春春心难不绝 喜马拉雅灯 当往往远 沧桑月经 看五月三岸山 万里山和万里传 总回落转无前夜 山水有爱人有情 海里终发我加油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进入位于乌蒙山与脉的五定县 徒步穿越几衣大猎谷 体验人马异道的魅力 猎谷之上探访近在悬崖边的本冷等村 79岁高龄的老人 交出了四百多位农民画全生 就希望培养一批 能够画画的 把苗家的梦想画出来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二十四集 初识乌蒙山正在播出 离开鲁峰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进入了地处乌蒙山渔迈的五定县 全长2316公里的金沙江流进五定 这也让五定境内 山地 丘陵 古地和霸子不时出现 形成了江河并肩向南流 群山巨齿 猎生谷的地形特征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的是云南省楚雄 遗族自治州的五定县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当地的狮子山 顺着我手看过去 山脚下呢就是五定县城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的地形 你看这个五定县城四周呢 是连绵的群山 山市呢也比较险峻 给人一种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的感觉 来到五定 我们第一站要赶往距离县城 一把二十多公里 身处乌蒙山中的几一大猎谷 向导复国士说 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一处被称为 滇中第一大猎谷的地质奇观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基本上都是高原排山路 山路弯多路斗 我们的车绕过一个个山头 一路上遇到很多个 接近三百六十度的大湾 行驶了八十多公里 温唐路溪的金沙江 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 看到的地方呢 就是金沙江 就是那条吗 那条就是金沙江了 金沙江呢 它属于 这段它属于上河 金沙江流经五定呢 是五个乡 三十四公里 这个属于下段 然后那个地方 所在的地方叫新明 它的海拔啊 是我们五定县最低海拔 只有八百六十二米 咱们所在的地方呢 它是两省三地的交界 跨过金沙江 咱们看到的就是那个 四川省的惠里县 就是左边是吗 对对对 然后咱们看 看这边 这边它就是 水和平路市 路线县 然后我们这边 又属于楚城州 五定县 吉祥 乌蒙山是云贵高原的 主要山脉之一 全长两百五十公里 平均海拔 两千零八十米 从高处看 乌蒙山在群峰之中 家住了自青藏高原 一路南下的金沙江 我们眼前的景色 好似一幅水墨画 寻奇险峻 粗广苍凉 在山路上 我们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抵达了吉祥江 我们来的时候 正好碰上乡里的赶集日 听向导说 别看这只是个乡镇集市 但对于生活在大猎谷里的人来说 这个集市 是他们最重要的物资交易会 老师你好 您这是牵着骡子 这驮的什么呀 没感觉 豆子 豆子 您今天主要就是卖这个豆子是吧 是 有多少 有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 那也不少了 哎呦 甩了我一下 那像你们是不是离得远的 离得远的都是牵骡子 是吧 省得自己驮嘛 今天准备这个卖多少钱 卖三百多块钱 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 附近的村民卖掉自家产的农产品 然后换回一些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这里的服装 食品 生产工具等 近百种商品 可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哎 谢谢 哦 你看 这边有一个几一小学送水站 这是免费的吗 是 谁组织你们过来的呀 老师 老师 那你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吗 是的 哦 轮着是吗 是的 十二岁的小姑娘张建美收 他和同学都是几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每年三月 学校会组织学生到这里 为感激的人们免费送水 这个季节 白天的几一箱 气温差不多有三十摄氏度 顶着头上的大太阳 孩子们要在一天之内送出五十湖水 哎 我觉得这茶喝都填到心里面去了 谢谢你们 谢谢啊 谢谢 在送学站 我们还见到了朱正方老师 三十岁的他 在几一小学教书已经十一年了 带上这个传统已经坚持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所有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高年级的 今天记得他这个期间开始热烈危险 虽说这只是一次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 但对于感激的人来说 渴了累了 喝完学生送来的水 就能减轻疲劳 从孩子们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山里人的热心肠 告别这些可爱的小学生 我们继续赶往大裂谷 向导特意为我们找到 家住大裂谷上的村民 张身亮 这一站我们就要徒步穿越大裂谷 去张身亮家里看看 住在悬崖上的人们 过着怎样的生活 那您家离这远不远 要多长时间能到 三个小时 那您每星期还要来赶集 来赶紧来一趟 每个星期就赶集的时候来一趟 来继续生活来一趟 来送他来一趟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 来大裂谷旅游 不过对于张身亮和村里人来说 大裂谷一直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们继续往前走 路上的风景也在变化 接近大裂谷 空气似乎变得更加清新 也